世界上最憑危的蛇种 传言每条售价高达500万美金 剧毒的爬行动物 无情的冷血杀手 小青龙和五暴蛇 它们的毒性到底哪个强哪个弱 近传于网山的小青龙 为什么又可以在安徽大量繁殖 解密大行动 马上跟你一起探病 剧毒小青龙 一天晚上 一部小车开入了位于合肥郊区的 一个特种养殖基地 从车上下来的人捧着一个抛抹箱 他小心翼翼地向养殖基地的办公室走过去 捧着抛抹箱的中年男人叫郭芳文 而他视为珍宝的这个抛抹箱里装着的 是他刚刚在外地用了三万三千元 买回来的十一个蛇春 这十一个蛇春大小不一 有些的壳上居然还有粒痕 是什么蛇的蛇春会有这么高的价值呢 三千元一个蛇春 究竟什么蛇春这么厉害呢 郭芳文和袁家士 花了三万三千元买了十一个蛇春的事 在他们的家乡安徽合肥市肥东远的院城 掀起了很大波浪 很多人都不理解 在当地并没有吃蛇肉的插足 并且蛇春买回来又不能吃 最多就敷几条蛇仔出来 他们这样引蛇入室 究竟是为什么 郭芳文和袁家士 把这十一个蛇春 放在一个特製的笼里面 并且铺上沙堡 保证它可以处于 合适的湿度和温度环境之下 四十多日之后 这些蛇春 陆陆续续地枯化出了蛇仔 更加令郭芳文惊喜的是 这十一个蛇春的枯化率 是百分之百 十月 十一条墨绿色的蛇仔诞生了 现在 这些蛇仔成为了 郭芳文特种养殖基地的震馆之谷 他们被单独置养在几个养殖箱里面 郭芳文定期对他们投喂食物 根满水源 并且在房间里面 安装了温度和湿度计 来保证他们 可以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原来 这几条蛇的学名叫 网山落铁头 别名叫 小青龙 它是湖南省特有的一种剧毒蛇种 同时 亦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几种大型剧毒蛇之一 因为他们数量很稀少 所以又被称之为 蛇中的大红猫 这些是一种非常慵懒的生物 墨绿色夹杂着黄鹤色 铁兽一样花纹的斑纹 令它们可以隐蔽在叢林里面 藏身于草叢之中 在非暴食阶段 它们通常盘踞在一个地方 几个小时的时间内 动都不动 一般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 它们才会稍微舒展一下身体 因为具有和周围自然环境相似的保护色 我们很难发现它的中影 对于人类 它亦都有着本能的海炮 从它的尾部看 它的尾尖部份 和身体其他部份的颜色 有着明显的差异 如果不仔细看 就像一条虫子一样 这个是它们用于保护色的有利 一旦有猎物靠近 或者是谁激怒了它 它就会一改慵懒的个性 而发动最致命的一技 由于它有着黄河式 像铁手一样的花物 再加上三角形 像铁一般的头部 所以它被称之为铁头 铁山铁头是我们 最近几年才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 只产在我们湖南的铁山自然保护区 所以它叫铁山铁铁头 它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一种 因为数量极其稀少 有传言 网山铁头的国际黑市价格 已经被炒到五百万美金一条 不过国防民重金买这些蛇春回来 并且将它精心地返欲 目的不单只是为了增加这个种群的数量 更加是为了填补这种 蛇中大红猫的霍然空白 网山铁头 它为什么在国际上售价 为什么那么高呢 那一开始是被 因为刚发现嘛 这个蛇体型也比较大 颜色也比较鲜艳 它是那种墨绿色的暗花 尾巴还是 梢子是白色的 一个是颜色比较鲜艳 体型比较大 国外的一些收藏者 还有一些动物园 博物馆 都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所以说当时也可能是炒作吧 价钱会炒作比较大 那这种天价毒蛇的毒性 究竟是怎样的呢 陈远飞是第一个着力研究 并且保护网山铁头的人 但是这种冷血的毒蛇 就撑点拿他的名字 这日上午 陈远飞准备去放生一条 网山铁头铁头铁石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陈远飞放手的那一阵 意外的一幕发生 这条蛇以超过人类的反应速度 一回头就在陈远飞的手指上咬了一口 被这种毒性强过五部蛇的毒蛇咬一口 谁都知道后果会如何 但是陈远飞放了一条蛇之后 并没有马上进行自我治疗 而是叫她的女儿 拿出数码相机 对着被咬的中指拍摄 我就拿着手一挤 就把那个毒蛇咬 从那个山河里的牙痕里面 把它挤出来 我一挤出一点血来之后 我一看 这几个牙痕我想一下 这么第一手指料 马上摇上 在一分钟两分钟之内 拍的这个牙痕的指料 可能在全国 可能是没有谁拍的 这样的指料应该很难得 所以我当时想到 我应该留下这个指料 就是这样的 结果没想到这个水的毒性那么大 那么小水的毒性也就那么大 那个水的毒 激素很快 所以在那里很快就中毒了 这一次被落铁头意外咬伤的经历 令到陈远辉足足在床上睡了半个月 最后在他自己配制的中草药的调理之下 才渐渐恢复过来 这个是落铁头留给陈远辉的最深的印记 由于陈远辉的努力保护 和几乎踏上生命的研究 令大家越来越关注这种 青面獠牙的冷血毒物 也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中国野生动物研究协会 和校围野生动物园的共同帮助之下 国方文的特种养殖基地 作为一个科学项目考察点 开始对网山落铁头进行保护和反击 国方文就说了 到目前为止 大家依然没有研制出网山落铁头的抗毒血清 也直是说 如果被网山落铁头咬中 那就无药可医了 而张远的蛇博士陈远辉 很幸运避过一件 是因为当时放生的那条蛇还很小 可以释放出来的毒液 比成年的网山落铁头少得多 最加上 它自己也懂得一些医治蛇毒的方法 所以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通常说网山落铁头的毒性 要比这个五步蛇更加猛烈 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样 接着下来我们将会来一场 网山落铁头和五步蛇的毒性大比拼 在这场毒性比拼开始之前 国风文才为我们介绍了 网山落铁头的对手 詹敏福也就是五步蛇 在这场毒性比拼完全弱 在这场毒性很大 就是在一道趁热 正常情况下就是要取毒 以此之下大概在10个ibility 10个21个到12个肌 在这个毒液里抜上 大概能治三、四十个人的血量 第六位重点是4到5推荐 五步蛇是我们对于占敏福的一个俗色 它的外观和花纹颜色 都跟网身乐铁头很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 呈三角形带有毒狼的蛇头 它之所以叫五步蛇 也是因为它的毒性相当猛烈 民间有传言说 人被它咬过之后 行走距离不超过五步 就会毒发失望 这么夸张的说法 当然有点现过其实 但是它的毒性可见一般 郑重用研究蛇类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 和这些剔毒的冷血杀手接触 它时刻小心翼翼 但在没多久之前 它也都因为一次疏忽大意 而差点命丧五步蛇之后 它就是用夹子 然后用手去打 然后手去打 然后手去打 这个蛇头的水 它在夹子就打 然后两个水位 然后蛇头也会 然后摇在左手的水上 在合肥郊区的养殖场内 这里自养了一百条五步蛇 好幸运的是 还有一批五步蛇 是和这些罔山落铁头 几乎同时诞生 这样也保证了 两种蛇类的毒性对比 都是在同一年龄阶段 为了测试五步蛇 和罔山落铁头的毒性 我们准备了两只体型相当 并且健康的小白蛇 这种方法是很大 是 我放下去 好,现在开始起始 是 没有到了 没有到了 五步蛇的第一下攻击下空 龙阳的小白鼠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五步蛇很快调转蛇头 开始第二次进攻 一分钟之后 被咬中的小白鼠 活动能力开始明显減弱 五步蛇咬死一只小白鼠的时间 是4分10秒 一条9个月大的网山绿铁头 又要多长时间才会把小白鼠闭名 这条网山绿铁头 它是跟刚才五步蛇电银 是不是差不多大 对 好像这条它们的体型稍微大一点 咬中小白鼠之后 网山绿铁头依然保持着进攻的状态 而被咬之后的小白鼠 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现在大概是1分50秒左右 对,估计比较急促 现在可以看到它心跳已经很慢了 3分50秒 4分10秒已经超过五步蛇的时间了 4分42秒 5分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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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40秒 5分40秒 所以在這個時候被遇到 沒有怎麼運動 那時候會怎麼做 那個時候會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 運動比較經驗一點 這樣也加快了死亡的速度 對… 小白鼠被五步蛇咬傷之後的死亡時間 是四分十秒 而被網身落鐵頭咬傷之後死亡的時間 是五分三十秒 那是否可以說明網身落鐵頭的毒性 比不上五步蛇呢? 但各方面認為 兩種蛇毒都是屬於血液重環性毒素 一旦被咬傷 他們的死亡觸動和運動強度有關 並不能真正說明五步蛇的毒性 比網身落鐵頭大 另外這樣的對比實驗 在嚴格意義上來說也不準確 因為毒性的大小 不僅與每條蛇的體型相關 與獵物活動情況有關 與咬傷的部位有關 亦都跟他們最近一次捕食的 間隔時間長短有關 間隔越短,毒液分泌越少 間隔越長 蛇處於飢餓狀態 毒性一定就會更加慢 蛇類專家認為 通過這次實驗 並不能證明五步蛇和網身落鐵頭 這兩種蛇類的毒性哪個強哪個弱 但是可以證明的是 他們都是空殘的殺手 都可以置人於死地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就得知 在幾年前 國芳文還是一個很怕蛇的梅外漢 他之前從事的職業是化工銷售 從來沒有接觸過蛇 更加米滑養蛇 那是甚麼原因 令他走上蛇類自養與保護的道路呢 他是為甚麼會花三萬多元 買十一個蛇春回來呢 並且是甚麼令他克服了對蛇的恐懼心理 還可以跟蛇來個親密接觸呢 這一天國芳文正在跟蛇衣服 國芳文按照經驗配好了藥物 鑄入鑄射器準備幫患病的蛇治療 原來蛇的生命力雖然頑強 但是也是一種脆弱的生物 他們最容易患上的病症 是肺炎、皮膚病和消化到疾病 現在狀態比較好的時候 你能在那個時代裡面 你會去做腸 它就有腸的膨脂 它就有很小樣的 就有腸性很大 如果這樣那種變水 我覺得呢它基本上就是喜歡 待在籠子的附近 門口 那個就是這樣 孔雞就這樣對頭的下 因為它就是這樣 在你裡面感覺到氣壓太緊 口氣不正常 因為它就要找一個瞳孔 想定好一點的瞳孔 所以這樣一看到這種時候 就要抓到這個孔雞的檢查 對 聽國鋒聞說 在三年前 他辭了份工 開始進行蛇類的養殖 並且花巨子 到處買蛇種 沒想到 就在第一年 他就蝕到血管無貴 初一年大概是 偷自來的養殖 除了固定射手之外 其他的資本上是血管無貴 為什麼 養殖失敗 因為初一年 搞一個我自己的困擬性 在調整了養殖方式之後 國方民也在這裡 反思自己對蛇的態度 怎樣才可以安全地 跟蛇親密接觸 很快 他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個辦法 很厲害 這條身是最小的 像這個時候 你就是手蕩蜜 手蕩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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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蕩� 手蕩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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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講,你會有一個水果的水果 在國方文的指點之後 我們也可以令一條無獨的網石 成為安分的寵物 有一次看來的比較漂亮 影片是怎麼怎麼漂亮 但是在我的眼中 你從來是找不到漂亮這兩個字 總感覺到是很恐怖 但是就想整個這段時間 今天這個接觸呢 是自己就這樣緊張和這個水接觸接觸 特別是像某人這樣 性格比較穩人的水 而且就像他這個皮膚 這個手感 某些呢和其他的這個 手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像這種觀念 你慢慢慢慢就改變了 所以像有時候每次看 拉在手裡面 你這樣緊張地帶他玩玩 感覺到挺好 現在感覺到就像某人看見到蛇 特別是某人是趕推過去的時候 這個人才換一件形容 看得很舒服 正是因為國方文 改變了對蛇的態度 同時對他們的感情 也都漸漸與日俱增 他的養殖技術也都日漸成熟 終於成為了華中地區 最大的特種養殖基地 他通過多方關係 買到了11個網山諾鐵頭蛇春 沒想到這11個蛇春 全部枯化成功 從此之後 除了湖南的網山自然保護區 並安徽合肥的市甲 又一個網山諾鐵頭 研究保護基地成立 最後專家跟我們說 關於網山諾鐵頭 價值五百萬美金的傳說 只不過是有人故意炒作 不過雖然他的價格不會那麼高 但是對於網山諾鐵頭的研究價值來說 那就真是無可顧量了 因為他的數量 依然在全世界蛇類裡面 最憑危、最稀少的 他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生存了整億年了 但是現在 他的分布面很合襲 隨時都有可能遭遇無法 很快 感谢观看